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道乡市跌了1.05% SPY跌56点 收在3822 曾经掉到3700多点 最后跌了1.45% NASDA 跌233点 收在10476 跌2.18% 分泌跌1.05 1.45和2.18 欧洲方面 英国-0.37 德国-1.3 法国-0.95 亚洲方面 日本-0.95 香港恒生-0.51 中国上海-0.02 代表恐慌和古雷迪的指数跌到3数 一般来讲 如果跌到20了 应该就差不多了 现在是3数 可能还有一点空间 那么 美元指数在104.3 昨天是103.85 略微反弹 昨天是最近的一个低点 美元指数从151到103 104 那么跌了接近10%到11% 算跌了蛮多的 美元对人民币向6.99 对日元132.69 美元对日元前去过151块 向132.69 美元对人民币0.94 利息方面 目前四年的利息在3.69 三个月利息是在4.24 6个月4.59 12个月4.54 两年4.27 五年3.81 十年3.69 三十年3.75 十年和三十年比一年的利息足足低的大约三个quart左右 也就是说倒挂的现象蛮严重 当倒挂的对象到了一个极致 那可能也就代表就是联邦加利息可能会到高一个段落 不过目前来看 接近尾身 但是还有 maybe三个quart到四个quart足够 目前发挂的位在4.375 原来预测在4.6左右会挺 现在新的预测是在5.1 如意5.1-4.39 就还要再加三次 那么换句话说 在明年的年初春天可能还要再加三个quart 西德州有目前在78块3毛8 布兰特有在81.7 瓦斯是在5块2毛5 瓦斯最近上下震动颇大的 黄金1807块 小麦767块 今天市场出来的主要的报告是美国的GDP 出来的数字是3.2 比上一季度2.9好一些 3.2比100人预测也好一些 现在反而是good news become bad news 也就是good news是代表联邦加利息的脚步 不会停 不会停 那么很多人都希望联邦加利息的脚步早一点 终止不过目前来看 按照各种状况 可能至少在明年春天还是要再加一码到三码之间 hopefully到了5个percent左右就可以停下来 如果5percent还压制不住 通常可能继续上升 那样很多的行业可能就受不了 投资人在目前还是投资的基本原则不变 投资基本原则就是分散风险 控制风险 尤其重要的是要保住你的本 另外就是股票的价位通常是低买高卖 不要在低于交易所买股票 第三个就是在这个借贷方面 利用高利率的时候去locking一些农村营取处理的东西 包括买一些债券fixed income 或者是一些fixed的东西 当然这个时间把它利用现在或者下来几个月 高利息的时候锁进高的利率 这是在做这个fixed income的投资的一个策略 就是高点locking 低点要出去 跟股票是反过来 股票是高点要把它出去 然后这个低点买进 那两个的操作是不一样的 所以投资这个东西 它基本上原则是不变的 但是策略要灵活变化 必须随着市场做不同的改变 但是不管如何 都是还要保持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 不要跟着别人的屁股后面走 我是小银翔 和电话73-9883-888 谢谢